烤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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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阿庆 今天很開心要來跟大家分享一道呢 非常療癒的料理 脆皮燒肉 它那個豬皮 吃起來這樣烤烤肉 非常的好吃 那一般這道菜 我們在餐廳做法 它非常繁複 可是今天跟著阿慶來做 我們不用那麼繁複的做法 只要簡單幾個步驟 在家也能輕鬆烤出好吃的燒辣 脆皮燒肉 那我們首先呢 今天脆皮燒肉的主角 當然是我們的這個五花肉 我們在吃這個豬肉 最怕吃到豬肉 這個已經是攤販有處理好了 豬皮的表面非常光滑 因為它有燙過 它有看到嗎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你豬毛沒有弄乾淨 脆皮燒肉在製作上 它會有障礙 它會烤失敗 我們豬肉要來先做 第一個動就是 我們要先汆燙 把這個豬皮的部分汆燙軟化 那我們汆燙的過程 我們放一些薑片在裡面 薑片有去腥的功效 我們準備一鍋水 我們一小時海鹽在裡面 我們現在水滾了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 豬皮朝下 下去汆燙 透過這個熱水 讓豬皮軟化 等一下我們拿東西 要來擦那個豬皮表面的時候 它會比較好擦入 水滾了對不對 我們火開小一點 我們這樣小火煮20分鐘 那我們現在在煮豬肉的這個過程 我們先來調我們的醃豬肉 最重要的靈魂味道來源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少肉鹽 我們的海鹽是 兩大匙 我們糖是 一大匙 那我們的五香粉呢 是半匙 香蒜粉是一大匙 拌一拌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 這個香料鹽 我們把它調好之後 它不只可以 只拿來醃我們這個五花肉 你也可以拿來 我們把它 醃雞的表面 或是排骨也可以 它可以萬用的 那我們在煮這個五花肉的這個過程 我們全程小火 大概5分鐘 10分鐘 這樣稍微攪一下 把這個豬肉的表面 把它撐一下 把它撐一下 那我們現在20分鐘煮好了 來現在來判斷 我們煮的O不OK 把它翻過來 把它翻過來 那我們準備我們的叉子 輕輕鬆鬆就可以這樣子 插進去 哇 這樣子的話 就是OK了 那我們現在 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五花肉 我們稍微用我們的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讓它冷卻一下 讓它刮一下皮的表面 這個動作我們叫去油脂 把多餘的油脂 給刮除 讓我們豬皮表面更漂亮 更光滑 待會我們在烤的時候 烤出來的豬皮才會漂亮 才會酥脆 我們這個就是它刮出來的 多餘的油脂 跟餃脂 那我們拿個擦手指 讓表面讓它更乾一下 那我們準備一個叉子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搓洞 因為這個搓洞會 決定於說 我們待會烤好豬皮的酥脆度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哦 盡量搓多洞一點 沒關係 它的洞性越密集 搓得越漂亮 你烤出來會越漂亮 搓完第一次對不對 來我們加一點點的鹽 三分之一呎 讓它撒鹽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要讓鹽分 刺進去豬皮裡面 待會我們在蔬烤的時候 它會讓我們豬皮 更快速來脆化 撒上去之後 稍微醃個一分鐘 好 再我們再進行第二次的搓洞 搓完之後拿我們的刀 把我們剛剛的這些鹽 掛掉 我們一樣會跑出多餘的油脂 還有豬皮的餃脂 這些動作 它都會有助於 我們待會要蔬烤的時候 讓豬皮 酥脆 它的藥捲 搓好豬皮之後 來我們翻過來 我們現在要來做我們 醃的動作 我們直接這樣切 不要全斷哦 我們切到像這樣的深度就好了 那我們的燒肉鹽 我們加我們的一大匙 你看我切的這個縫縫 都要埋下去 稍微輕輕的 抹一下中間這裡 準備一個保鮮盒 我們把它放到裡面去 我們用擦手指 把這個豬皮盡量擦乾 你豬皮如果有雜質 尤其是我們剛剛的這個調味鹽 裡面我們有五香粉 有我們糖 這兩種東西在高溫烘烤下 它很容易會產生焦化 炒味道 那一定要把這個豬皮表面給擦乾淨 舒化更重要的重點 烘焙用的小蘇打 我們灑在上面 二分之一小匙就好 輕輕的抹上去 小蘇打它是鹼性的東西 因為我們豬皮 它的烤的時候油脂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透過小蘇打 去分解它的油脂 讓我們在烘烤 豬皮的時候 會讓豬皮它更酥脆 蘇打淋上去之後我們刷上我們的白醋 因為醋啊 它在跟有油脂類 或是酸性的東西 它們在解餓的時候 再經過高溫烘烤 它會容易產生 酥脆化的這個功效 你看我剛剛刷上去 白醋跟小蘇打 它會產生一種 細微泡泡 這個很好 這個就是要讓它更酥脆 那我們現在要放我們冰箱 我們最少要冰六個小時 冰一個晚上是最好 都不用蓋任何的蓋子 或者是保鮮膜 都不用最大的作用 就是要讓它在冰箱裡面 讓它烤烘 讓它接觸冷空氣 再來我們讓它醃漬 讓它更入味 這個五花肉呢 已經風乾 差不多超過六個小時了 它的表皮是很乾 那我們現在把我們 五花肉從旁邊 不要盡量不要去摸到豬皮哦 取一個鋁箔紙 我們把它折好 然後放進來 我們鋁箔紙拉一個長度出來 比如說你的五花肉是這樣子的長度 我們拉它的兩倍 你看我是兩張鋁箔紙對折 這樣厚度才夠 然後再來上下再對折 我們把鋁箔紙拿上來 要把我們豬皮給包覆好 折過來 這個對折下來 你就把它想像成我們 折一個盒子就對了 準備烤盤 那我們把弄好的這個 五花肉我們放上來 烤箱呢 預熱200度 記得哦 我們盡量放上層一點 好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要把我們的 豬皮的部分烤酥脆 一開始先烤20分鐘 我們現在要進行 刮皮的動作 超級香 我們拿我們的菜刀 把我們表皮這裡刮一下 讓它的豬皮 表皮更漂亮 更酥脆 有沒有 你看我這樣刮就知道 超酥脆的 那這樣好了之後 來 我們再下去烤 上面的豬皮要再烤一下 哇 我們的脆皮燒肉卡好了 來 我們現在拿來 我們要開始切了 然後你聽一下這聲音哦 這個聲音就代表著 我們烤成功 很酥脆 看一下我的切面 你就知道我們的豬皮 有沒有烤成功 那我底部我會稍微修一下 因為 我們待會要讓它 立正站好 超酥 所以在切這個 我們的刀啊 一定要夠力 要不然你的豬皮太酥 切不下去 哇 我們的脆皮燒肉已經完成囉 在家也能輕鬆吃燒辣 哇 我剛剛在烤就忍不住要偷吃 然後導演跟我說 不行 你不能偷吃 這個皮好香 沾一點 一點點的椒鹽 哇 你看這個皮 超酥 超好吃 我相信這個口感 小朋友會非常喜歡 如果你給它沾一點點 梅子醬 加一點蜂蜜 甜甜的 小孩子會更愛 在家也能吃 五星級大飯店的燒辣 脆皮燒肉 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思 阿慶思會將更多的 美味料理做法 分享給大家 如果喜歡阿慶思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思的粉絲專頁 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 訂閱Youtube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